一滴具有毁灭性的硫酸雨从天而降 腐蚀性极强的大雨即将降临 被雨水淋过的人寺庙内皮肤就会腐烂 就连坚固的桥梁都抵挡不住强酸雨的腐蚀 女人在逃亡的路上不小心掉进了水里 头发瞬间被烧成秃头 撕心裂肺的疼痛 让她拼命地往岸边游 但在如此强烈的腐蚀下 她很快就昏死过去 女儿跑过来想跳下去救人却又不敢 只能一边喊着妈妈 一边眼睁睁看得妈妈被融化 那是多么的无助于绝望 原来不久前 法国政府将工业垃圾通过酸解 氧化等化学方式处理 导致大气污染物过度聚集酝酿成了酸雨 一开始人们并没意识到事情的可怕性 大雨停后在垃圾厂上班的破特 看到工厂顶部有一滩积水 她好奇地用手拿起一点闻了闻 发现水中有果流酸的味道 意识到不对劲的 她赶紧打电话让妻子开车来接她 随后两人开上面包车 准备驱接女儿回家 但在路上警察已经封锁了上山的道路 此时天空中乌云密布 异常可怕的强酸雨即将来临 看见眼前的场景 破特一脚油门从旁边的田野穿梭过去 此时她的女儿正在森林里和朋友溜马 完全不知道危险即将到来 这是意识到危险的马便的异常狂暴 因为动物总能先人一步感应到危险的到来 天空下起了小雨 被雨水滴到的地方都冒起了阵阵白烟 西安立刻意识到不对劲 开始拼命的往马棚跑去 刚好碰到了来找她的父亲 在大雨到来之前 两人成功的躲进马棚 两人这才暂时的捡回一条命 但还没喘口气 破特就看到马棚顶上有雨水滴下 这意味着马棚顶不了多久 赶紧打电话叫妻子开车来接他们 随后父亲用衣服盖住女儿赶紧上了车 以家三口终于团聚在一起 母亲一刻也不敢耽搁 赶紧开车去找个能避雨的地方 然而还没走多远 就被躲得水陷不通 此时外面的场景就像人间炼狱 疏散人群的工作人员来不及躲避 被酸雨淋的遍体鳞伤 男人拼命地拍打路过的车辆打开门 让他进去躲雨 但破特迅速告诉家人锁好门 可还没来得及锁男人就打开门冲了进来 吓得破特一脚把他踢了出去 然后急忙叫妻子倒车寻找其他出路 最后马里一脚油门 终于离开了塞车现场 但此时车顶已经有一些被酸雨溶解的迹象 不久后面包车还是无法顶住雨水的腐蚀抛锚在路上 幸运的是大爷已经停了下来 此时天色已晚 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徒步前行 三人来到最近的一所房子寻求帮助 但经过几次呼唤 并没有得到回应 看来房子的主人已经离开了 这是渴了一天的破特 想接点自来水来喝 但由于不确定水人是否有问题 他犹怨了 碰巧这时破特看到屋里有只小猫 于是他用盒子装了一些水 放在地上用小猫做了个实验 可女儿看到这种情况就不高兴 他认为父亲这样做太残忍了 如果水源有问题 小猫不就牺牲了吗 于是小猫还没喝够 他就把河里的水倒了 没办法 他们只能在冰箱里找点啤酒解解口 到了半夜 西亚睡不着起来想找到小猫 却在地板上看到了一滩血迹 他循着血迹来到角落 发现小猫的尸体七孔流血死在了角落 看来父亲的推断是对的 这个水源真的有问题 由于这一片的水源已经被污染不适合居住 于是第二天一早 珀特就敦促女儿收拾一下离开这里 跟随着千亿大军一起逃亡 接下来他们不仅要避免酸语攻击 还要找到干净的水源 三人跟着大部队来到法国的边境 越过这座桥就是比利市王国 他们可以到外国避一下难 但由于桥梁的许多支撑部位 都被酸语腐蚀损坏了 为确保安全 几名佛伯勒堵住了桥头 只能让前一批人安全通过后 后面的人才能上来 但大家都想着尽快通过 后面的人拼命往前进 珀特一家此时在拥挤的人群中身不由己 在混乱中玛丽被挤了进去 她想回头拉女儿 但被警察推走了 桥中央也有警察催促大家赶紧过去 无奈之下玛丽只能三不一回头地往前走 但走到一半桥顶突然倒塌 巨大的石块砸了下来 人们见状纷纷往回走 但一些人想往后退 一些人想往前走 就这样玛丽被挤在中间动弹不得 这时桥的栅栏支撑不住突然断裂 玛丽和几个人从桥上掉下了水中 这条河里的水不是普通的水 一旦掉下来就等于掉进了硫酸里 女人的脸瞬间被烧得通红 就连头发也开始脱落变成秃头 撕心裂肺的疼痛 让她拼命地往岸边游 女儿发现母亲掉进河里 第一时间跑下河边救援 但想跳下去救人却又不敢 只能一边喊着妈妈 一边眼睁睁看着妈妈被一点一点融化 父亲过来赶紧将女儿拖到岸边 那是多么的无助于绝望 事后 军队用卡车准备将人们运到下一个避难所 在车上还给人们分发了水和食物 但卡车来到避难所附近就停了下来 因为前方是山路车辆无法通行 士兵们把车上的人统统赶了下来 他们不得不头部前行 更糟糕的是 此时酸雨云层正向他们飘来 随着一声雷声响起 人们注意到云层离他们越来越近 所有人变得恐慌拼命地往前跑 但西亚很快就双腿无力贪婪在地上 父亲只能强行让女儿站起来 然后搀扶着女儿往前跑 但他们的速度太慢 跑着跑着都不知道大部队去了哪里 眼看大雨就要降临 两人只好尽快寻找避雨的地方 他们来到一座废弃的建筑 破特看到底下有个狗洞 于是赶紧扒开树叶和女儿钻了进去 在酸雨到来前 两人顺利地爬进了狗洞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们走到了洞口大爷也停了下来 但他们得抓紧时间继续赶路 因为要在下一场酸雨到来之前 尽快找到庇护所和食物 很快他们来到附近的一个村庄 破特敲着房子的门 但没有得到回应 想这里的人已经全部迁移 破特也因体力不知突然昏倒在地 看着父亲倒下女儿无助的大声喊着救命 这是一个好些人听到了求助声 他将昏迷的伯特拖回了自己家 还提供了食物和水给他们 在聊天中破特得知女人叫丽莎 是名单亲妈妈 因为儿子患有严重的肾病 需要每天用仪器进行透析 所以她不愿意离开 但破特还是建议她一起离开 因为这房子的墙上 到处都是腐蚀的痕迹 估计这里也不会坚持太久 丽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但她并不着急 因为她还有一个地下室 破特见她心意已决 只能帮她把仪器搬下地下室 事后丽莎告诉他们 车库里还有一辆车 如果他们需要可以开车离开 但女儿西亚不同意开走她的车 因为这是他们保命的工具 没办法 破特只能先在车库休息一晚 明天一早打算徒步离开去掉避难所 但是妇女俩刚水着 强钻暴雨再次袭来 雨水从房顶腐蚀渗透进来 破特听到动静赶紧出去查看 看到雨水已经沿着缝隙渗进了房间 于是她敲着丽莎的门 想通知她房子要倒塌了 可在地下室熟睡的母子 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叫喊声 雨水沿着楼梯慢慢渗入地下室 就在这时 屋顶开始倒塌 没办法 破特只能将女儿强行拖上车 不顾母子的生死开车离开了村子 但离开村子后不久 西亚就责骂父亲太狠心抛弃了母子了 她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了父亲 此刻破特也十分烦躁 一个忍不住就吼了女儿两句 说完破特就下车想抽根点冷静一下 她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愧疚 她何尝不想去救人 然而背后了两声的西亚 受不了委屈 抛下了车身 记得向村子跑去 破特平静下来后 发现周围布满了一个个水坑 原来这里有一条排水管在漏水 她急忙回到车里 想离开这里 但发现女儿不在车上 破特慌张地开始四处寻找 这时西亚也意识到周围的危险 她慌张地跑到了一辆废弃的拖拉机上 嘴里不停地喊着爸爸 但拖拉机正在慢慢陷下去 破特听到女儿的叫喊 一脚由门冲过去 但好死不死 车子陷入泥潭动不了了 见拖拉机越陷越深 破特为了救女儿不得不下车 人受酸水腐尸的疼痛 来到女儿面前 女儿也毫不犹豫地跳到父亲的背上 就这样 破特背着女儿艰难前行 千辛万苦终于回到车边 看着痛苦的父亲 西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赶紧将父亲拖上来 此时破特已经昏死了过去 到了第二天 父亲的腿已经被严重腐蚀 就在西亚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辆路过的救援队发现了他们 并将两人带到了避难所 在避难所里 西亚看到了那个男孩也被送到这里来 但他的母亲没在他的身边 故事的最后 西亚来看望父亲 虽然破特没有生命危险 但也永远地失去了双腿 请不吝点赞订阅